台湾一家电信业者为了提升救护品质 捐赠5G救护车 紧急医疗设备给桃园市消防局 要用科技提升救护医疗品质 把握最佳黄金医疗时间 我们这是在做公益 所以生意不是更是公益 那我们的同仁 刚刚讲的我们也很优秀的同仁 是从司机就在做这个 那我们陈杰林 他在司机的时候就跟高医 跟我们高医的医院 他们就在做这方面的一个测试 试验 可是4G是不够的 真的是要用容器的大平关跟这个速度 才能够让大家觉得好好如正清零 做这一个远距的 大家都在同一间里同一样 这个体验是很重要 然后你怎么样在及时传输 那些medical的这个measurements 这个都很重要 那所以我们这一路走来 我们同仁是做得非常有感 他们非常有成就感 然后我们自己也觉得说 他终于看到5G可以救人 可以救人 这个科技可以救人 我们自己在运用这个科技的时候 我们自己也是非常的有成就感 5G救护车紧急医疗设备 搭载5G传输的平板影像处理电脑 摄影机 抗照耳机等设备 可以及时传送 救护车内多角度的高清互动影像 强化紧急处置的品质 提升病患到院前的病情稳定度 最近我们在复兴那边 我们的1G要 透过跟长庚和牛船合作 也快要启动了 要启动的时候 希望还有行能夭到我们 警总经理 到我们山上去 一起去启用 启用完了 我们请你吃一些好吃的 原香的 一些美食 希望到时候能播放 那么 这次 救护车上面 就像我们警总经理讲的 救人要抢时间 那么这次 这个我们的设备非常珍贵 我配置一道新屋 新屋分队 新屋分队 其实新屋那边 老实在我们旁边所有的区域里面 相对来讲是医療机 比较少的区域 所以万一 我们新屋的乡亲朋友 必须要通过救护车送医的时候 车上有这个设备 我觉得就像您讲的 不只是可以早一点知道它的状况 甚至在王民居市长 副市长 在这个协调的这个之下 有机会做到明讲 就是说要送哪个医院 通常都是家族 你要送哪个医院 最近的或是哪里 但是如果说知道一些状况 可以再早一点 还没有到医院以前 先看一下状况 或许可以真的知道 它叫最市长的医院 或是最近的医院 市长张参正也感谢企业爱新 5G救护车紧急医疗设备 将配发给新屋分队 而这家电信公司和长根音乐 合作远居医疗 即将在复兴区启用 未来能帮助更多的复兴区市民 记者东云飞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